捷迷哥怎么看 现在等于说中国其实官方 就是在背后煽动现在的民族主义 要全面去顶制这些 但是我们也看到 有一个美好棉花协会 他其实据说好像会员有2000家 有这么多的厂商跟品牌在里头 难不成他要全部抵制吗 那他会挑选这个H&M 到底目的何在呢 是觉得他试试挑软的吃吗 对 我先回答 当然试挑软的吃 因为H&M在这个大品牌里面 他的市占率虽然是 中国是他的四大市场之一 但是占整个H&M的业绩呢 其实只有5.6个百分点 虽然没有错 他一年呢 作造了大概差不多11亿美金 但是呢对整个H&M来说 并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呢 因为H&M在整个声明当中呢 是非常详述的谈到 在新疆有危害人权等等的原因 所以决定呢 又不再使用这个新疆棉花 那这个事情之所以 现在被爆发的原因 当然我们知道 是因为这个欧洲已经正式 对这个就是中国传媒 想说欧洲竟然会下重手 想想看欧洲在中国 有这么多汽车的生意 怎么可能这么做 所以他先挑你欧洲 挑你欧洲里面的一个品牌 叫做H&M 就这么单纯 好那这里面的过程当中 当然剑子的H&M都敢做的话 那其他的公司 我就一个一个来 就是割箱厂 切上一个来 就Nike呢就中枪了 因为Nike现在是中国年轻人 最需要的一个商品 但是不要想看H&M 事实上我们举个数字 事实上对中国来说 对北京政府来说 他如果要找内循环的话 其实H&M是对他最负面的因素 为什么H&M是一个负面因素呢 因为他其实在这个 2019年才在这个天猫里面 设了一个专柜 就没想到在一年的时间之内 中国的20岁到30岁年轻人 上去登陆的这个会员数 高达1400万人 所以也就是说 中国有能力买衣服的年轻人 都去登记了H&M 他的业绩在这两三年 突然间暴增 而且就因为这样迅速的斩电 所以H&M代表了一种 就是年轻人的潮服 那你想看 中国也很害怕 如果年轻人造反 这可是大事 你要知道 现在中国每一年生产的 900多万的这个大学生 里面有半数以上 甚至高达7成以上 他们是没有工作的 一毕业等于失业 所以年轻人 其实对中国北京政权 其实已经产生了一个 非常大的矛盾 那如果这个事情 不用共青团这个组织 来去对的话怎么行 难怪共青团要出手 我要特别讲一下 因为我以前在中国工作 我是真的遇过共青团 那他们 他们共青团没什么了不起 就他们大学的时候 成绩优异 我认识都是北大清大交大 那我其实影响很深刻 我曾经看他们聊天 我影响很深刻是什么呢 我曾经在一次训练当中 我很快速把一个销售的 这个逻辑 讲完之后 当场就一个共青团的 这个北大的学生 从后到尾背给我听 我当场傻眼 所以他们是非常优秀的 非常聪明 你要知道这些优秀聪明 才能在大学里面担任共青团 结果他们竟然去执行 义和团的动作 你就可以知道 北京政府多么去践踏 这些共青团的优秀分子 让他们去执行满清时代 才有这种 所谓的这种死脑袋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其实对于中国政府 你要反过来看 当共青团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表示中国非常担心 是年轻人对中国政权的一个 一个愤怒 所以他们用共青团的方式 所以你看那个烧 烧Nike球鞋人 马上就说 没有啦 我这个并没有啦 我并不是反对Nike 他自己也反对 因为他发生了 他烧到他们同学中 心中的愤怒 你烧什么啊 我手上的Nike 我真希望大家 这个中国政府不要再阻挡 因为我的内心深处 我就是Nike Nike你知道 这件事破了多少的 年轻人的梦 因为你知道在中国大陆 流行一个所谓的网站 所以他们去买那种 所谓的少数品牌的Nike 然后可能才摆个两年 就可以赚个好几倍的报酬 他们你知道 中国最大的Nike的交易网站 都是中国发展的 这很多年轻人美梦啊 所以你看到中国做这些事 有些这些小粉红 嘴巴上这么讲 可是很多年轻人会觉得 你在干什么 好我们讲这个所谓的BCI 我们说这个BCI 其实是一个非常良善的组织 它总共在这个23国家 就帮助了数以千 大概数以千万的人 能够得到这个农业的支持 那他们强调就是农业永续经营 那他并不会禁止这些大型产牌 是不是要用BCI所使用的品牌 但是非常难得在去年10月份 他直接禁止新疆 而且他把这个原因都讲得非常清楚 那你知道这个前两百大品牌 他们必须要得到永续经营认证 就是ESG 那BCI组织就是ESG的其中一部分 所以当然他们就要呼应他 好了这个结果事情 就中国既然把这个怒给迁到BCI 好 好